台北市一名年约27岁男子 今天下午1点20分 行经中山区南京东路三段132号一楼银行外 被一名不明人士持刀攻击 身上后背 臀部及手臂 多处刀伤 以送往马歇医院治疗 战时无大碍 警方指出 远景来到现场后 男子仍不断哀嚎 无法说清被谁追砍 但目前已知嫌犯 跑步往南京东路三段往北逃逸 被砍彭信男子27岁 声称他之前在手机行工作 与李信同事有债务纠纷 双方曾走向法院 今天走在路上 不知何故被李看到 遭他砍伤 嫌犯逃逸后 随机拦了一台计程车 告诉司机要去领口 却在前方不到200公尺处的辽宁街就下车 警方已联系司机到案说明 见识人员正在财政计程车上的指纹 银行派员清洗血机 远景到场厘清案情 记者李承宁摄影 分享 银行派员清洗血机 记者李承宁摄影 分享 警方财政指纹 记者李承宁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